今天我们谈谈脑肿瘤 脑肿瘤听起来都很害怕 看电视都经常听到这个诊断 脑肿瘤和其他肿瘤一样 脑肿瘤可以由脑组织生出来 亦可以由别的症状 转移过去 最常见肺癌 很多时候都会转移到脑肿瘤 病征上是很复杂的 因为脑的功能很多 如果不同的地方影响了 又会有不同的病征 一般最简单 可以由各个部份不同的功能来分析 首先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图 这个图是红红色的地方 主要大部份脑部的结构 其实就是大脑 后面绿色的部分就是小脑 大脑和小脑的作用相当不同 大脑主要功能 比如说手手手脚的动作 亦都会负责一些 我们叫做高性功能 就是比较复杂一些 比如说一些思想 情绪 听觉 视觉 主要负责的神经线 亦都在大脑里面 小腦就有一些协调的角色 即是大腦控制手脚动动 但如果动作不是配合的话 有时我们就很难达到目的 例如周围在动 你想去拿那样东西的时候 你要配合动作 例如脚要走过去 左手还是右手伸出去 手指哪个收缩哪个放松 才可以做到有意义的动作 小腦主要是负责这部分 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图 这个图是脑切开的情况 大家会看到脑内不是完全实心 有些地方是空心 空心的地方不是没有东西 它里面有一些脊髓液 即是脑内有部分细胞 它会分泌一些透明水液体 这些液体 就会在空心的地方 或者大脑表面周围流动 我们又说一下 最常见会有的病征 会是什么 大家要知道脑 大脑小脑 这些结构 在一个很密闭的空间 即是那个空间是没有弹性的 就是我们的头盖骨 如果里面生肿瘤 它越来越大 如果肿瘤生得很快 因为那个壳 包着中枢神经的结构 是完全没有弹性的 变成肿瘤一直大 如果脑内的压力 就会升高得很快 所以最常见的病征 就是会头痛 通常这些头痛 就不是说你紧张 压力大 就是那些头痛 或者偏头痛过一阵就没有那些 就是说这个头痛 如果真的有肿瘤 通常就会越随着时间过去 就越来越严重 越痛越厉害 越痛越辛苦 那么如果脑内 如果压力大 其中一个最常见的病征 就是想呕 痛得来 痛得越来越严重 痛得来 又好像想呕 没有了胃口 一般最典型 就是早上痛一点 就是起床的时候就痛一点 下周可能好少少 就算肿瘤不是生得很快 如果它在一些重要的地方 就是在脑内 就是通过脊水液的地方 尤其是在窄的地方 因为它有很多管道 有些地方阔 有些地方窄 如果在窄的地方 是生肿瘤 那脊水液 就刚刚在窄的位置 就是可能被肿瘤 阻塞住 这样 那些水就会谷住 就流不走 所以压力也会升得很快 头痛也会很明显 除了这个之外 就要看看肿瘤 生在哪个地方 如果生在一些地方 就会影响 比如说手脚动动 那些地方 就好像中风 那一部分神经 就会出了问题 可能一边身 比如说 针吉矮 麻痹 没有感觉 那些 有些是不能动 比如说一边手 一边脚 有些是不能动 那些 就不能动 也都可以倒回头 就是说 如果有个肿瘤 压住它 令到神经 就受到刺激 有些不正常的信息 走出来 就会抽筋 比如这样 一边抽筋 那些 就是从来都没有抽筋 这个病 突然间有些 比如说手脚抽筋 这样的情况 又是要小心 因为有机会 脑里面有肿瘤 有些时候 比如说耳朵 听觉神经 如果有肿瘤 的话 有时一边耳朵 会听不到声 但这种耳朵 神经的肿瘤 多数是良性 比较多一些 恶性 就比较少一些 如果有肿瘤 就压住眼睛 神经线 有机会 比如说看东西 就会看到 比如说重影 比如说一个 一个影像 好像有两个影像 叠住 那样 或者你看一下 它压住那个地方 有些时候 你看到的影像 比如说右边 就看得不清楚 也有些 就只是一边眼的影像 就受影响 如果脑肿瘤 影响到我们 一些比较 複杂的脑部功能 比如影响一些情绪 影响一些思想 那些东西 病症 可以很奇怪 有些时候 就本身很斯文 很正常一个人 突然之间 就变得很 可能性格大变 或者变得很 控制不了自己 或者可能会 情绪失控 或者回来 有些可能会 突然间 情绪好像很抑鬱 没有什么反应 那样 也会有的 说话的功能 又是大脑控制的 所以有些人中风 如果刚刚那个位置 是说话的地方 就会说不到出来的 他一定是找不到 那个字 一定是说不到 说不清楚 所以如果突然间 有个人 说话 说不清楚 一定是 持不达意 都是要特别小心一点 好 这个主要影响大脑 如果小脑 那里有一种 会怎样呢 如果小脑出问题 比较多 就是平行那里 出问题 如果脚 那里 协调不行的话 就会 好像站不稳 那样 可能 你发觉 走脑 脚要抹得很大 这样才可以维持到平行 或者很容易跌 这样 那如果手 协调不了的话 那很多时候 就是会 例如说 拿东西的时候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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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病症 又是要小心脑肿瘤 今天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 记住留言 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